冬至吃湯圓,民眾多半採購市售湯圓回家煮 如果要吃得健康,鑰匙工會全聯會中藥發展委員會 推薦可以用中藥材羅漢果和麥芽作為代糖,減少糖分 更有清熱、潤沸、止咳和健脾味的功效 如果自己搓湯圓的話,可以在糯米團加入四神粉,幫助消化 那湯圓呢,我們大概在吃的時候都會說 這個大概就是應景的傳統的一個湯品 可是呢,以現在養生學來講,我們可能會比較考慮多的重點 比如說,第一個是熱量的問題 那有請教過專家的養食 那大概原則上,20顆牛包餡的小湯圓 大概就等於2-3顆包餡的大湯圓 那等於大概是半半的熱量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熱量在考量的部分的話呢 可能就是說,你當日入民,習慣一天吃兩碗飯的人 這時候你在試取湯圓之後呢,可能就得去換算一下 當日的量要透出 比如說我已經吃了大概半碗飯熱量的湯圓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就自己在減量 就是一天都是大概吃1.5碗的湯圓的白飯 好,那再者呢,我們可能會考量到所謂血糖的部分 糖類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的設計呢,我們有兩款 第一款呢,是我們湯圓部分 湯圓是可能就是買市售的湯圓 可是呢,我們在湯圓的部分呢,等一下這一鍋 湯圓部分呢,我們就採用了所謂的羅漢果還有麥芽 那這個部分為什麼會這樣子選擇呢 因為羅漢果本身它是一個很好的代糖 一個很好的代糖 那加上可能長青冠的一個比較明顯的症狀 就是所謂的呼吸道的部分 有些人到會很容易會有那種咳喘的問題 還有天氣變化大 有些人的氣管比較弱的時候也會有這些咳嗽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才會設計選用 我們來用這個最溫熱的一個滋骨 所以這個是我們動力激骨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想明天早上一起床呢 我們要吃湯圓,對不對 愛想湯圓才會多長一歲 然後再來呢,到晚上呢 或者說像今天晚上都好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動力激骨 這也補合所謂的秋收工廠 那我們來好好把自己鼬身移骨一下 所以這樣說,如果他在手臂的人對不對 還有四肢冰冷的五體含的一個鼻子 我想在冬天都是很適合這個動力激骨 所以動力激骨很多的材料 它基本上是比較燥熱的 所以鑰匙,我們鑰匙鼻子的 所謂的中藥、細藥都是藥 那在很多的一個激骨的材料裡面 難免會用到中藥 所以一旦有中藥的地方 我想鑰匙為等你的用案安全把關 還有使用上的一個正確指導 是我們一不容辭的一個事情 天冷,民眾會透過食譜 來達到暖身功效 不過鑰匙工會也提醒 這類民眾恐怕不適合服用 薑母鴨等燥熱食材 風熱型感冒的人不適合 什麼是風熱型感冒呢 可能你有所謂的喉嚨痛 有所謂發燒、黃鼻涕或黃痰 這個時候的部分的人 有這些症狀的人呢 可能比較不適合 因為發炎的時候 鹽字拆開來講就是兩把火疊在一起 所以正當發炎的時候 如果你又在火上 在吃這些比較燥熱 容易上風的食物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有我們說的 像火上下有的症狀 所以症狀可能會變得更明顯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講呢 因為像母鴨 常常可能大部分會看到下列的藥材 它會用到裡面去 比如說有丁香 我們在前面的丁香 還有所謂的花椒 還有所謂的桂枝 還有所謂的黃啟 那黃啟白啤啟 這是黃啟 黃啟本身在講有補氣的效果 桂枝呢 它是所謂的有那個 它可以推轉我們的四肢 然後剛剛跟丁香來講 它們是新鴨 就是所謂的提升香氣的 不過一個觀念 一般我們在提升香氣 包括我們的補香粉乳包那些 所以可以提升香氣的藥材 通常都是屬在心 就是他們的都是屬在比較心溫 比較穩 比較溫熱的藥性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在使用上的話 溫熱型感冒的 有在發炎 正當發炎的這一部分的朋友 我們會建議可能 使用時候要小心 那第二類的人呢 如果在吃苦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的 有第二個情況的呢 是我們正在約金週期的 的那個女性朋友們 因為通常 通常我們的藥材裡面 有像放到當歸 穿窮 還有我們在做料理的時候 很容易會用到 所謂的生薑還有酒的這時候 因為這些呢 他們都可以所謂的活血溫精 那再加上如果又用習慣 用到麻油這個部分 麻油本身又會有讓子宮收縮 如果用量比較多 又會有讓子宮收縮的這個部分的作用的時候 那如果在金期的時候 你這些在食用在不當的時候 有可能會再造成所謂大量出界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金期就是月金期來的 來的女性朋友們 就是要留意一下這個食用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呢 後面這邊我們有寫到懷孕的婦女 懷孕的婦女 因為裡面可能 一般我們做料理習慣的時候 會用到酒 會用到酒 但是在懷孕的時候 我們必須考量的是我們 我們的胎兒 就是我們腹中的小寶寶 其實在懷孕過程中 比較不建議去做 有些酒精的攝取 那所以原則上再加上 所謂的麻油是有收縮的 子宮收縮的現象 所以說其實 所以說懷孕的時候比較不建 其實原則上懷孕的過程中 我們不會去建議 去做吃股這個動作 反而是平常日常生活中 可能的營養的攝取要均衡 那攝取均衡的話 各方面的體力是OK的 其實這反正會比較好 注重養生食補很重要 但任何食材皆不可多量 否則食補不成 反而讓身體更添負擔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